現在外面的氣溫 全台各地天氣狀況都蠻不錯的 溫度都不算低 連冷的感覺都沒有了 不過還是稍微涼一點 真的很怕冷的觀眾朋友 還是添加個薄薄的外套 再來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 其實今天的天氣狀況跟昨天非常的類似 只是有機會比昨天還要來的更熱一些 特別是在南部地區高溫要上看32度 今天吹的是東風偏東南風 所以東半部的吹風面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些局部短暫的降雨 其他各地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都很穩定 那馬祖可能也會有一點點降雨的機會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不過這樣的好天氣 目前看起來可能明天會出現一些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大概北方今天的晚上開始 又會出現一個風面系統 這個風面就會影響了 但是這個明天的天氣狀況是如何呢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各地詳細的一個溫度預測 我剛剛提到今天溫度 可能比昨天要來的再高一些了 今天北部地區的高溫有到31度了 低溫23、24度 降雨的機會都是偏低的 頂多就是山區 午後可能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中部地區高溫也有31度 降雨的機會10% 大概也是著重在山區的午後 南部地區更熱了 也是山區的午後可能會有一些熱對流的降雨高溫32度 東半部地區我們來看啊 台東啊花蓮啊 宜蘭降雨的機會 40%到60% 最主要預言這裡是迎風面 多少都還是會有一些飄雨的狀況 帶給雨據比較保險 外島三個地方相對來講是穩定的 不過今天外島容易起霧呢 大家特別的注意一下 好了 至於接下來這個星期的天氣走勢 剛剛提到說明天可能會有變化 怎麼的變法呢 我們來看看 風面大概在明天的下半天開始會影響 北部東半部先變天下雨 然後一路往南 目前看起來這部風面雖然不是太強 可是大概台中彰化都還是有機會 雲量變得比較多 有機會飄一些小雨 所以呢這個台中彰化以北的觀眾朋友 明天出門要記得帶雨去 風面影響的時間大概是到星期三的白天 白天開始啊 於是逐漸緩和下來了 但是因為下了一夜的雨 再加上雲量比較多一點 所以北部地區高溫會略降個3到4度 就不會那麼樣的熱了 就算高溫這樣3到4度 但也只是舒適而已 不會到冷的狀況啦 那接下來從星期四開始 各地天氣又恢復穩定了 氣溫又開始升上來了 又可能有機會出現30度 這樣溫暖偏熱的天氣型態了 預報言語也說 接下來這天氣要冷 大概機會都不大了 只會越來越熱 大家先有心理準備了 空氣品質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空氣品質預報 還是針對西半部地區都是普通的狀況 甚至污染物都包括了 有臭氧以及懸浮微粒 而在高坪地區的懸浮微粒 PM2.5的指數是特別的高了些 國民氣傳的觀眾朋友要注意的喔 出門之前來看一下 天氣哪些不可不知的重點呢 首先整體來講天氣狀況不錯 但是東半部今天降雨機率最高 還需要到60%啦 外出帶給雨季比較保險啦 還有就是金門跟馬祖 今天雖然整體來講天氣狀況也是不錯 但是是有起霧的條件的 目前還沒有霧 但也許等到這個水氣上來了 南風上來了 有機會就起霧了 搭飛機 行車都要特別的注意一下了